在我们老家农村有一个习俗,年轻女子出嫁的前一晚,必须在村子后面的山庙里脱光衣服裸睡,才能顺利出嫁,必须把自己的出业献给山神,娘家人才能平安无事,假如有人违背了这个规矩,娘家人就一定会遭遇灾祸。 在我读大学时,我和男友提起了我们村的这个古怪习俗,他当然不信,觉得这不过是村里哪个老色胚装神弄鬼,为的就是免费占年轻姑娘的便宜。 十一假七时,我决定带着男友一起回老家,他说他要亲手把那个老色鬼揪出来,并把他绳之以法,解救我们村的未婚女子。 我拗不过男友,只得带他一起回老家,全当上个门认认认。 下火车后,我们又坐两个小时的长途大巴车,下了大巴坐三轮车,到了山脚下,三轮车上不去,我们只能下车不行。 小若,还有多久才能到你们村子,男友显得有些着急,大概爬一个小时的山就到了,明月出生时,我和男友终于赶到村子。 事前打了电话,家里人做好饭菜,正等我们回来。 寒暄过后,大家入席吃饭,无意中得知村里张富贵家明天加二女儿。 因此,张富贵的二女儿灵灵,今夜就要去山神庙睡觉,到明早才能回家换喜福。 男友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振奋,约我半夜十二点去山神庙一探究竟。 夜里十二点一过,我和男友悄悄出了门,小若,我们现在就去山神庙,我要看看究竟是哪个老色胚想祸害良家女子。 男友摩拳擦掌,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,好像已经把他说的老色胚抓到手了。 我倒没男友这般开心,毕竟我是村里土生土长的,这条规矩从我既是起就知道了。 村里也不是美女子反抗过这条规矩,像我隔壁家的琉璃,大学毕业生,也是不信这种无稽之谈,出嫁当晚坚决不去山神庙。 没想到出嫁当天就遭遇车祸,瘸了一条腿,娘家的弟弟也莫名其妙被牛踢瞎了眼睛。 出了几次事后,村民都不敢再造次,蓄意违背这条村规,在男友的死磨硬泡下,我带着男友来到山神庙。 这山神庙建了有五六十年,原只是个茅厕,村里每家的夜乡都会倒在这个茅厕里。 有一年大冬天的时候,一名流浪汉躲在茅厕里避雪,竟将来如厕的一名妇女强暴了。 村民义愤填膺,便将流浪汉打死了。 据说流浪汉死得很惨,尸体还被扔到山里喂了狼。 此后村里就不太平,找了人一看,说是村里虐杀了流浪汉, 如今要遭报应。 如果要化解,就把茅厕推了,在上面盖一间庙,供上那流浪汉的像,尊为山神。 凡村里有女子出嫁,前夜需得在山神庙睡一晚,家中方能太平。 另外,全村人在这夜十点后不允许外出,以免惊扰山神享用。 平日里,村民也不来山神庙,就算要经过山神庙,也不敢正眼去桥上一眼。 我虽知道山神庙的方位,但从未来过一次,如今站在山神庙外,发觉这庙的窗子修得特别高。 我165公分的身高,站在窗前勉强能看到视线平行的地方,但窗下的情况却看不到。 男友正要从窗子向里面看,我拦住他,低声说,你现在不能看,我看了,让你看你才能看,你蹲下来,我踩着你的肩膀上去。 我可不会让男友看别的女人裸体,我得先瞧瞧是怎么回事再说。 透过玻璃窗,我看到供桌上摆放了一针雕像,大概是村里自己雕的,手艺不好,鼻眼歪斜,面目猙獰,使那针雕像看起来充满邪气。 在供桌下面铺着一张毛毯,毛毯上正有一对男女在进行生命的大和谐。 女的脸朝下趴在地上瞧不到,但男的竟然是我们村的村支书周大军。 顿时,我气得牙齿咬到舌头,之前男友说是我们村的老银棍,装神弄鬼,我还不信,现在还真被男友说中了。 我赶紧从男友肩上下来,拉着他,就踹开山神庙的门,好你个周大军,你居然敢。 话音落下我,便先吃了一惊,山神庙里只有玲玲,哪里还有周大军的身影。 难道周大军发现我在这里逃走了,可这一分钟不到的时间,周大军是怎样逃走的呢? 我在山神庙转了一圈,山神庙除了一扇门,还有两扇窗子,但窗子都关得很紧, 并从里面拉上插销。 奇怪,说了奇怪,接着我又发现更奇怪的是,玲玲自从我们进来,就一直躺在毛毯上。 按理说,她看见有人进来,哪有不起身的。 玲玲,我喊着她的名字,但她还是置之不理,一动不动。 行了,别装睡了。 我以为玲玲怕丑故意装睡,打算让她去向村民说出真相, 我们村的村规其实是周大军为了满足自己淫欲才延续下来的。 但玲玲还是一动不动,我急得推了她一把,发现她身子软软的。 伸手朝她臂端一摸,煞使我尖叫出声,她竟然是死的,瞬间我慌了,想拉着男友夺门而逃。 怎么办,她死了,你说,别人会不会以为是我们杀了她? 我万分后悔,不该答应男友带她来山神庙,不来也就不会遇到这种事。 别急,小若,我们检查一下她身上有霉伤,男友安慰我。 我们将玲玲的尸体翻过来,她身体上没有任何的伤口,但身体还有一些热气,应该是刚死没多久。 一定是周大军杀人灭口,话一出口,我又觉得不对,以往村里的女子在山神庙过夜,可没死过人,所以杀人灭口的猜测不成立。 男友惊讶地望向我,嘴唇动了几次,却没发出声,你想说什么? 小若,你看到的是周大军吗? 就是周大军,我们村之书,我哪能认错他,话成灰都认得他。 我家和周大军有不小的矛盾,前几年周大军想要我家山坡上两间老房子做牛圈,那边水草好,适合放牛养养。 但那两间房是祖上留下来的,虽说破旧,但也不能给别人当牛圈,我爸便拒绝了周大军。 从此,周大军就经常找我家的茶,我妈偷偷地骂他。 我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也对周大军恨之入骨。 可是,可是,男友看着我欲言又止,你可是什么,我心中正不爽。 小若,你看到的是周大军,但我看到的是你爸。 瞬间我惊呆了,山神庙里一阵难耐的寂静,门外的风吹进来,男友的脸色变得深沉。 我看见的明明是周大军,男友看到的却是我爸,他是故意骗我吗? 你胡说,你冤枉我爸干嘛?想我爸今天没招待好你吗? 小若,我说的实话,在你站在我肩上之前,我已经看到庙里面的情况,我看到的那个男的就是你爸,我还奇怪,你为什么提周大军? 我正住了,思索良久,我吐出一口气。 就先别管看到的是谁,我们现在怎么办,明天张富贵就会发现他女儿死在山神庙。 报警吧,现在只能这样,如果不报警,查到我们来过山神庙,我们反而容易被误会。 目前我们骑虎难下,报警是唯一出路,我拨打了110,讲了这里发生的事,然后让男友在山神庙等警察到来,我便回村里通知我爸和张富贵。 山高路远,警察一时半刻到不了,我爸他们先到了山神庙,张富贵看到躺在地上的女儿时便扑了过去,抱着尸体嚎啕大哭。 我爸一脸严肃,将我拉到一边,小若,你和小林来山神庙做什么?小林出来乍到不懂规矩,你难道也不懂? 我男友叫林峰,我爸便称呼他小林。 爸,我和林峰觉得咱村里这条村规有问题,想着玲玲今晚睡在山神庙,所以我们过来查看,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 那你们看到什么了?我爸的神色抖得紧张起来,我瞧到他的瞳孔迅速地收缩。 看到一个男人趴在玲玲身上,我准备进去捉那个男人,没想到那个男人跑了,玲玲也死了。 我爸的脸色马上变了,他正要开口说话,张富贵就急匆匆地奔过来揪住我的衣领,慌得我爸和男友上前把他扯开。 张富贵气呼呼地一拳砸在我爸肩上,将他猛地一推。 老崔,我和你认识四十多年了,咱们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,现在你闺女擅闯山神庙,害死我闺女,这笔账咱俩要怎么算? 张叔,玲玲不是我害死的,你别冤枉我,我无语。 就是你,你冲撞了山神,山神发怒,玲玲这才会死的。 张富贵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 其实我也挺同情张富贵,老婆早年过世,她拉扯大两个女儿。 我已经报了警,只要做了尸检,就能知道玲玲的死因。 张富贵朝我吐了一口痰,幸好我躲得快,才没吐到我衣服上。 老崔,你闺女推歹毒了,害死我闺女,还要把我闺女开堂破肚,你闺女简直不是人,张富贵破口大骂。 我爸赶紧安慰张富贵,也朝我骂了几句,正闹着,警车开到了。 警察在听我讲述事情经过后,便让法医给玲玲做初步的尸检。 尸体表面没有任何伤痕,因此需要在解剖台上进行进一步的尸检。 张富贵自然不同意,他一口咬定,就是我冲撞了山神,山神降罪要了玲玲的命。 警察要立案,张富贵也不愿意,只说要和我爸私下解决,见张富贵固执,警察也只好离开。 当夜全村人开大会,商量如何解决这件事,周大军是村之书,和我家又有过节,更是大力编排我的罪行。 崔家的丫头冲撞了山神,害死了玲玲,我们必须向山神赎罪,不然我们这个村子会有大难。 他这一说,下面群情激愤,恨不得要将我点天灯,我瞅着周大军,那镇我在山神庙看到的男人分明是他。 周之书,你今晚去哪里了,顿时周大军一愣,万万没料到我会这样问他。 我,我去哪里关你屁事,周大军怒了,我见他这样好像是有些心虚,不然他肥坦然说自己在哪里。 周围的村民也都齐齐看向周大军,村规可是同时规定当有女子被送到山神庙,这夜全村人不许十点后出门,周大军身为之书却违反村规。 我心下得意,看样子周大军真有问题,决定在火上浇一条油。 哼,我亲眼见到有一个男人也在山神庙里。 你意思说,那个男人是我,周大军眼中喷火。 我又没说是你,我只说有一个男人,我看到他的样子。 周大军气得直喘粗气,扑哧扑哧,忽然他眼中一亮,露出喜色,在人群中拉出一个人。 我定睛一看,他拉出的人是我的三爷爷。 催丫头,今晚八点多时,我腰疼得不行,就去找你三爷爷,之后一直在你三爷爷家里。 他给我做推拿把火罐,要不是警察来了,这回子我还在你三爷爷家里,你不信,可以问问你三爷爷。 三爷爷是个天生虾,无儿无女,学了一手推拿按摩技术,平日就靠给乡亲们做推拿,把把火罐,赚点小钱过日子。 今晚周之书确实在我屋里,他腰背疼。 周大军还怕众人不信,撩起后背的衣服,你们看,果然周大军的后背还有把火罐的痕迹,鲜红鲜红的,显然是刚把完。 我正住了,难道真是我看错了,还是如男友说的,在山神庙的男人是我爸。 我转过头去看我爸,我爸脸很黑,眉头醋着,但什么话也没说。 现在我们就把崔家丫头捆了,关在山神庙里,交给山神处罚,不许他吃喝,如果七日内他活着,就表示山神已经原谅了我们村。 我狠狠盯着周大军,七天不吃不喝,我不饿死也得渴死。 至于崔家的女婿也得绑了,如果七日后,崔家丫头死了,说明山神没原谅我们,那把他也献祭给山神。 说着,周大军便指使村民来绑我,我正要挣扎,忽然看到男友打过来的眼色。 瞬间我明白了,要想知道山神庙的真相,我必须亲自待在山神庙里。 我被五花大绑地关在山神庙,庙外传来我妈我奶的哭泣声,她骂我爸爸救我,但最终哭声骂声烟熙了。 很快天亮,白天山神庙里没任何异常,除了风声,就是鸟声。 我仔细回忆昨夜见到的情景,我从窗子里看到的男人确实是周大军,这点是没错的,奇怪的就是,男友看到的为何是我爸呢? 周大军有三爷爷给他作证,他没有作案时间,难道真的是我爸? 我完全不相信我爸是这种人渣,他和我妈是初中同学,初中时就相恋了,毕业后一起出去打工,没几年,两个人就结婚了,现在我爸妈还是功不离婆,称不离妥的,十分恩爱。 不过,今晚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,我昨夜当着全村人说看到一个男人在山神庙,只要那个男人是村里人,那他今晚肯定会来山神庙,杀人灭口。 时间在漫长的煎熬中,终于到了夜里,山里的夜已有了良意,但蚊虫还没死绝,我躺在地上,遭受蚊子的攻击,脸,手背,凡是裸露的地方,都被蚊子亲吻了。 林峰那死东西怎么还不来,我心下暗骂男友,男友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,他常说空拳能对付三四人,拿着兵器可以对付十来人,要是把他惹毛了,他可以横扫四方。 这话虽然吹牛,但对付两三个村民是没问题的,问题是他能挣脱绳索吗? 看着被绑成粽子的我,我死命挣扎了一会儿,绳索绑得很紧,没半点缝隙让我的手从绳索中伸出来。 夜越来越深,林峰也始终没来,看样子是不能指望林峰了。 供台上的油灯摇了两下,火焰抖得变长,光头到雕像上,雕像更显得猙獰,那挑起的眉毛恨不得要吃人似的。 这时,不知从何处传来稀疏的声音,好像是小老鼠在刨着木板,声音持续了十来分钟后,我听到了脚步声。 脚步声不是从庙外传来,竟是从庙内发出,但惊奇的是,声音虽从庙内发出,却又觉得还很远。 渐渐脚步声劲了,越来越响,我竟看到供台上的雕像走了下来。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那尊雕像,甚至还眨眨眼睛,怕自己是眼花。 没错,雕像是在走动,像人一样行动灵活,这是幻觉吗? 不是幻觉,是真的。 难道真是那个被虐杀的流浪汉的鬼魂,寄居在这尊雕像里? 我眼睁睁看着雕像向我越走越近,我竟然忘记挣扎。 其实挣扎也没用,他的脚步声很响,像穿着大头皮靴踏在石板上。 我的心脏随着他的脚步声开始扑通乱跳,越跳越快,越跳心就越慌,急迫得好像要从胸腔蹦出来。 同时还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,使我感觉呼吸不过来,我张开了嘴,这样呼进来的空气会多一些。 雕像终于走到我的面前,他居高临下地望着我。 我也望着他,你是人还是鬼? 雕像的嘴里发出嘎嘎的叫声,我听三爷爷说过,鬼叫声像鸭子叫。 这时,我感到眼睛有些模糊,周遭的一切都变得隐隐绰绰,好像蒙上一层薄纱。 突然我莫名地感到万分慵懒不想动,精神不受控制地从严密戒备中突然放松下来。 我如同依偎在柔软的床上,枕着软软的枕头那般惬意,睡意来得无知无觉,我使劲眨着眼睛,但眼皮还是搭了下来。 急促的脚步声再次响起,这次是从山神庙外传来的,我听到砰的一响,好像门被踹开了,鼻端呼入清冷的风,困意仿佛消散一些。 小若,是临风的声音,但我睁不开眼,只能无力地靠在他的怀中。 等我一时差不清醒时,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,男友抱着我坐在山林的岩石上。 你怎么才来?捆得太紧了,来晚了,小若,你在山神庙看到什么? 我回忆了一下,记忆并不怎么清晰,好像,好像看到供台上的雕像走下来。 他,他走到我面前,我问他是人还是鬼,他就嘎嘎地叫,然后我就困得不行,再然后就是你来了。 小若,我来的时候你都晕过去了,给你做了半天人工呼吸,我没有印象。 当时只是觉得很困,不是晕倒的感觉。 那你看到山神庙里,有其他人吗? 男友摇头,总不成真是厉鬼杀人吧。 世上没有鬼,肯定是人作祟,那人多半躲在暗处。 我想了想,决定先去周大军家。 如果玲玲是周大军杀的,此时周大军肯定会惶恐不安,会有什么动静。 林峰,你藏在山神庙外面,说不定凶手还没来,但他肯定要来杀我灭口,你就守庙带兔。 和男友记忆已定,男友蹲守山神庙,我则去周大军家。 夜里的村子死一般寂静,只有山风呼啸。 我顺着墙脚跟捏手捏脚到了周大军的院子外,他家的狗认识我,看见我后并没废。 此时我庆幸,幸好没带男友来,不然这狗一叫准坏事,如果那凶手去山神庙杀人灭口,男友也能抵抗。 村里的男人都没男友状,估计也不是男友的对手。 周大军家是三层楼,二层三层是两个儿子,儿媳在住,他和老婆住在一楼。 我翻进院子后,便潜到他的窗下,里面是黑的,老猪扑斥的憨声和公鸡打鸣的憨声交替起伏。 看样子,周大军两口子睡得很熟。 这让我讶异了,如果玲玲真是周大军杀死了,她没理由有这么好的心理素质,睡得这样死。 第一次杀人,任何人都会恐慌,我听了一会,周大军两口子始终没醒,还传出磨牙声。 想了想,我决定去张富贵家,张富贵也挺奇怪,女儿无缘无故死了,她还不让立案,也不让事件查出女儿的死因, 非要和我爸私下解决,她这是什么目的?难道她知道女儿的死因,又或是在掩饰什么? 仔细思来,张富贵比周大军更可疑,远远看到张富贵家里亮着灯,亲戚朋友进进出出, 我在离她家二十多米外的电线干处,蹲了很久,没看到张富贵的身影。 瞅着不能再等下去,我便想回去瞧瞧我妈和我奶,不知他们哭成什么样。 我家是村子里的第一户,靠着村口,村口有一棵百年老槐树,枝反夜貌,村里的老婆婆爹爹,白天爱在这里聊家常。 离着我家还有二十多米的时候,我发现老槐树下有两个小红点在闪动,夜色里,两个小红点一闪一闪特别明显, 这大半夜里是谁在那里抽烟?我偷偷摸摸地靠近,离得近了方看清是我爸和张富贵。 想必他们是在携伤儒和解决玲玲死亡之事,但两人都在抽烟,没有开口。 两久之后,张富贵不耐烦了,将手里的烟头一摔,老崔,你就承认吧,玲玲的事,剩是你干的。 煞时,我全身血脉纷张,我捂住巨跳的胸口,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。 张富贵的那句话,无疑是在说玲玲的死与我爸有关。 我马上想起,男友说在山神庙看到的男人是我爸,难道真是我自己眼花了? 错把我爸看成了周大军,但我爸怎么会干出这种缺的事呢? 他和我妈二十来年的夫妻,而玲玲差不多能当他女儿了,他怎么下得了手? 我喘着气,按着心口,听他们继续说。 老张,你胡说什么?黑暗中我爸的声音显得很愤怒,这让我又得到少许安慰。 张富贵可能是他自己私心揣测,觉得玲玲是我爸傻的,但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这样揣测呢? 哼,我看就是你,你害死了玲玲,就让你女儿去搅局。 老张,我们先回去吧,玲玲的死总会水落石出的。 我爸的声音甚是轻描淡写,这又把张富贵惹怒了,他重重地哼了一声,但他俩还是一前一后走了。 我凝视他们的背影,咬咬牙,转头向山神庙跑去,男友在山神庙外等我,他说凶手一直没来,我也将我发现的事告诉他。 小若,你们村之前出嫁的女人,就没说过在山神庙里的事吗? 没有,这种事自己知道就行了,谁会在外面说啊,反正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都会想法留掉。 这么说,玲玲是第一个出事的女人了,我点头。 小若,我觉得你爸的嫌疑最大,张富贵问你爸是不是他干的,这表明张富贵是有什么证据才这样怀疑,男友摸着光溜的下巴若有所思。 我心里着慌,我就怕这事是我爸干的,要是让我妈我奶知道了怎么活,尤其是我妈一直以由我爸这样疼爱妻子的丈夫而自豪。 那也未必,周大军虽说他昨夜在三爷爷家里做推拿,但三爷爷是个瞎子,就算他找个人冒充自己,三爷爷也不会知道。 情急之中,我也找到理由怀疑周大军是杀人凶手。 有道理,男友打了个响指,我现在去找三爷爷,我问问昨晚周大军在他那里的情况,你就别进村了,你是生人,狗见到你会叫。 打铁不如趁热,主意一定,我便悄悄赶去三爷爷家。 三爷爷今年有八十好几,是村里唯一高龄老人。 年轻时家里穷,他又瞎,他也乃无力给他娶老婆,他也一直没有娶妻,平时我家也会照看他,给他送些吃得用的穿的。 他家是村里给他修的三间大瓦房,在村子西面,这里紧挨着一片坟地。 屋子里飞呼呼的,我敲响三爷爷卧室的窗子,三爷爷虽然眼睛看不见,但上帝给你关了一扇窗,就会给你一扇门。 三爷爷的耳朵特灵光,能听到很细小的声音。 可这次我是算了,至少敲了五六分钟,三爷爷才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出来。 小若,天哪,你咋来了,你没事吧,我孙女婿来了没有? 黯淡的光色下,我看到三爷爷脸上谎过的诧异。 我没事,林峰他没来,在村口等着。 三爷爷,我们进屋去,有话要问你。 我亲爷爷是三爷爷最小的弟弟,两人年龄相差十五岁。 我几岁时,亲爷爷就过世了,三爷爷没有家人,把我当亲孙女一样看待。 此时时间紧急,我也没空和三爷爷说亲热话。 进来屋子,三爷爷开了堂屋的灯,昏暗的一盏,大约是最小的瓦数。 小若,三爷爷开箱子给你拿吃的,今年打了不少核桃。 三爷爷别拿,我问件事,问完就走。 忽然发现,三爷爷脚上的黑布鞋沾满了你灰,我不禁问,三爷爷,你今天去山里采药了吗? 没,今天来做推拿把火罐的多,没空去采药。 那你鞋子上怎么都是灰,我奇怪了。 三爷爷明显一愣,又笑着说,他们走了后,我打扫过堂屋,沾的堂屋的灰。 我心下惦记周大军的事,也不再追问,蹲下身子,把三爷爷黑布鞋上的灰胆去,然后扶着三爷爷在堂屋的椅子坐下。 三爷爷,昨夜周大军来找你做推拿,你确定来认识他吗? 由于我家和周大军关系不睦,我在山神庙又看见他,自然就先入为主,怀疑周大军是杀害灵灵的凶手。 三爷爷猝起眉头,摸着下巴上稀疏的白胡须,思索半天。 应该是吧,他来的时候声音有点傻,我问他嗓子怎么了,他说喉咙不舒服。 我咬了嘴唇,昨夜周大军当着村民编排我的罪状时,可一点都不像嗓子不舒服,他分明是声若红中。 三爷爷,有没可能来的不是周大军,因为捏着嗓子说话被你听出来了,他就谎称是嗓子不舒服。 这三爷爷不知道,三爷爷看不见,应该是他吧。 这问题把三爷爷问急了,他眉头紧锁,硬堂挤出深深的穿字。 算了,三爷爷,你别想了,这事就交给我和林峰,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,找出杀害林林的凶手。 三爷爷嘴唇冻了一下,脸上露出一丝为难的神色。 昨夜周大军把火灌石睡着了,我也坐在旁边咪了一会叫,小若,这个事有用吗? 有用,三爷爷,你说的这个事很重要。 我心下有了数,周大军说不定故意装睡,毕竟三爷爷眼下,也不知他真睡假睡。 而周大军趁三爷爷睡着后,悄悄去山神庙,强暴林林未遂,并将林林杀害,然后再悄无声息地返回三爷爷家里,三爷爷也是无从察觉的。 三爷爷,我走了,你赶紧休息吧。 当我走出门时,三爷爷又叫住我。 小若,你以前腰总疼,让三爷爷再给你推拿推拿,等你下次回来时,三爷爷也不知在不在。 被三爷爷一提醒,我发觉腰真的有些酸痛,大概是被捆久了。 好,三爷爷,你一定会在的,你会长命百岁。 我欣然躺在堂屋的治疗床上,三爷爷打开柜子拿药油,又拿出一只装满东西的黑色塑料袋,走到勘台前。 我们村子家家户户有勘台,堂屋正中墙壁是挂画的地方,这个地方被称为中堂,中堂下面有一条嵌在墙壁的横板,这横板就是勘台,用来放香炉,或是其他东西。 勘台上有一只卤顶,三爷爷揭开卤顶盖,在塑料袋里,抓了一块白色小圆饼,放到卤顶里。 他正要系上塑料袋,似乎是想到了什么,伸手又抓了一把,放到卤顶里,直到把卤顶塞满。 三爷爷,你在干嘛? 这天还有蚊子,点着熏蚊子,不然会把你的小脸咬烂。 我皮肤嫩,经不得蚊子咬,蚊子包十天半月才会消退。 对,三爷爷划着火柴,点燃一块小圆饼,便盖上卤顶的盖子。 屋里飘出一股淡淡的清香,轻轻一嗅,别提多神清气爽。 好嘞,三爷爷来给乖孙女推拿了。 三爷爷坐在治疗床的左侧,熟练地把药油倒在手心里,朝我腰上一抹,皮肤先是一阵清凉。 随着三爷爷手掌心慢慢研磨,皮肤被搓得火热起来,腰部越来越舒服。 年轻时可要保护好腰,老了可难受。 三爷爷语重心长地说,我恩了一声。 乖孙女,你累了闭上眼睡,三爷爷推拿完了,再给你拔个火罐,把体内的湿气给曲曲。 麻烦三爷爷了,我的瞌睡早来了,身体十分酥软慵懒,三爷爷这一说,我就马上闭上眼睛。 也不知睡了多久,我被三爷爷推醒了。 火罐拔完了,现在天还没亮,你赶紧和孙女去去镇上,坐车回学校吧,注意点,别让周大军看到你,不然准要把你捆起来击山神。 我知道,三爷爷,你多保重身体,过年我回来看你。 我掏出钱要给三爷爷,但三爷爷不肯收,我趁着他不注意,将钱塞到他的口袋里,便跑出门。 天还没亮,月亮在厚重的云层里钻来钻去,天地间一会儿明,一会儿暗。 鼻子处辣辣的,我伸手摸了一把,放到鼻端纹,一股药油味。 三爷爷怎么把药油抹到我鼻子上了?好辣。 我和男友到了镇上,找了一家小旅馆休息,目前我们不打算回学校,必须等灵灵之死水落石出,查明村规的真相。 这一觉睡到夜里八九点才醒,吃完饭后洗个澡,时间接近凌晨。 我将裤脚扎在袜子里,衬衣也扎在长裤里,轻装上路。 出发,今夜我们决定再次夜叹山神庙,在山神庙里隐藏着肮脏的秘密,急需有人去揭露。 凌晨两点,我和男友抵达山神庙,此时山神庙又落寞下来,燃照纤细的油灯灯光,似乎只要一口气大了,就会把它吹熄。 仔细检查一下,凶手说不定会遗留线索。 我和男友像狗一样秀着,趴在地面上寻找各种可疑的东西,甚至将庙中所有物件移开,连墙壁都敲过,查看是否有加层。 累得我俩精疲力尽,结果一无所获。 难道真是冲撞了山神,山神降下惩罚? 任何人作案后都会留下疏忽的地方,难道作案的真的不是人? 是鬼。 我的眼神投向供台上的雕像,这尊雕像极难看,面貌猙獰,嘴脸歪斜,眼中充满胸光。 哪里是山神,分明是吃人不涂骨头的恶鬼,乃有不死心地在供台上寻找,看供台上有枚机关,用吃奶的利益开雕像,却毫无所获。 我也拿起油灯,武侠小说中像油灯这种东西,有可能是家壁的机关,但拿起来后,发现就是一个普通的老旧油灯。 两盏油灯的当中摆放了一只卤顶,我揭开顶盖,里面灰烬几乎沾满了卤顶。 我伸手在里面搅了搅,趁着男友不注意,往他脸上一拍,瞬间男友就成了大花脸,男友不甘示弱,也摸了一首灰来拍我的脸。 我躲了过去,又去炉顶里抓灰,突然手指碰到一个硬东西,抓起来一看,是个白色的土鸡蛋大小的东西,硬邦邦,放在鼻端纹,有一股蛋香。 这个东西很眼熟,像三爷爷从柜子塑料袋里拿出的那个熏蚊子的东西。 你拿的什么?男友问我,熏蚊子的。 旅馆里蚊子多,正好拿回去熏蚊子。 镇上的旅馆卫生条件不行,蚊子成群结队咬人,睡了几个小时,湿血不少。 男友伸手在炉顶里掏,又掏出几个小的,他全部放在口袋里。 回到镇上的小旅馆,我催男友先去洗澡,自己便拿出从山神庙带回来的白驼驼,用打火机点燃。 原以为这东西不好点,没想到就像门箱一样,一会儿就点着了。 蚊子飞过来时,我拿着白驼驼凑过去,蚊子飞到烟雾里,立即掉到地上。 这些蚊子的效果不错,我不禁洗上煤烧。 从白驼驼里散开的烟雾,有一股淡淡的清香,非常好闻。 我狠狠地嗅了几口烟雾,那烟雾进入鼻腔后,只觉全身舒爽,有一种身轻如胭脂感,忍不住又吸了好多口烟雾。 忽然从卫生间里,出来一个轻面獠牙的恶鬼,那恶鬼血盆大口,张牙舞爪向我冲过来,吆喝我的血,吃我的肉。 鬼呀,吓得我抄起床旁边的凳子向那恶鬼砸去,凳子砸在他额头上,鲜红的血蹦出来。 啊,我的身子摇了摇,全身瘫软如泥,恶鬼的手掐在我的脖梗上,我感觉自己无法呼吸了。 就当我以为自己快要死的时候,脸上突然一片冰冷,我眨眨眼睛,伸手朝脸上一摸,一手的水。 这瞬间,意识抖得回来了,我躺在床上,男友坐在床边,正用湿毛巾擦着我的脸。 林峰,刚才有个鬼要掐死我,我扁着唇要哭,男友一脸无语的样子,他伸手指着自己的额头。 你看看我的额头,是不是你砸鬼砸的? 我定睛一看,林峰的额头上有一到两公分的伤口,伤口正在往外渗血。 我砸的是恶鬼,怎么砸到你了?我捂住嘴。 什么恶鬼?哪来的恶鬼?我洗完澡出来,你就对我大喊鬼,还用凳子砸我,要不是我伸手拦了一下,我性命不保,男友没好气。 可我明明看到一个轻面獠牙的恶鬼,我不解。 男友问,你刚才怎么了? 没怎么呀,就是闻闻闻那个烟雾,说到这里,我忽然打了一个冷战。 我突然想起来,那夜我被关在山神庙时,看到雕像从供台走下来。 莫非正是这个东西在炉顶里燃烧,我吸入了烟雾,使我产生幻觉。 林峰,你闻闻,我起身将那块燃烧的白驼驼给他,男友不知情,他拿起白驼驼,放到鼻端秀。 用力秀,男友着力秀了几口,突然他望着我瞪大眼,一拳砸在我的脸颊上。 狐狸精去死,我是不会被你勾引的,我心里只有小弱。 说着,男友就来追我,慌得我赶紧往卫生间跑,拿起淋浴的喷头,朝他脸上喷。 只见他魁梧的身躯,打了一个冷战,人就定住不动。 我过去推他,他这才像如梦初醒似的。 你看到什么了,我小心翼翼地问他,男友吐出一口长气,看到一只狐狸对我搔手弄姿,要勾引我,气得我一拳挥出去。 我哼了一声,朝他脸上扇了一巴掌,你打的是我,我要还给你。 男友张大了嘴,我在卫生间洗了一个冷水澡,意识比刚才又清醒许多,此时我敢肯定,这白驼驼的烟雾有置换的作用。 看样子,凶手是先把白驼驼放在炉顶里点燃,然后迷奸在山神庙睡觉的姑娘。 那些姑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只会以为真和山神云语了。 想到这里,我叹了一口气,掌握了灵灵之死的关键线索,但我并不开心,三爷爷家里薰蚊子的白饼,是否就是这白驼驼呢? 为了验证三爷爷家里的白饼,和从山神庙炉顶里拿回来的白驼驼是同一个东西,我打算潜入三爷爷家里,从她的柜子里偷一块白饼出来。 白天无法进入村子,只能等到夜里再去,今夜没有月亮,连一颗星星都没有。 月黑风高,正是偷盗时,男友也与我,我催了他一口。 可别说,你们村虽然在深山里,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,但你们村可一点都不穷。 男友说的这话是事实,按理说,我们村应该穷得叮当响,但家家户户起高楼,提前实现了小康。 别的村还有不少土房,你们村是别墅,连你三爷家也是大瓦房。 小若,你们村是不是有什么致富秘诀啊? 说出来听听,我也回去致富家乡,男友没开眼笑。 少打趣我了,我们村这地理条件能有什么致富秘诀,就是勤巴苦作呗。 受地理条件限制,我们整个县城都是山区,全县农民都以种土豆为生。 我们村的土豆比较优质,卖的价格虽稍高一些,但进货商也愿意买我们村的土豆。 迎着清幽的夜色,我们来到三爷家,男友伸手推门,门是关着的,门关了怎么办? 我想了想,走到房子侧面,这里有一棵老槐树,槐树下面放着几块砖头。 搬开其中一块砖,下面放着一把钥匙。 男友一脸崇拜地望着我,我默不作声,拿起钥匙去开门,门开了。 你就在外面等我,放哨。 我亲手亲脚进门,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,我一进来就撞到凳子发出声响,吓得我赶紧靠墙站立。 很快,三爷爷拄着拐杖出来,他举起拐杖,在堂屋里戳着。 我有些担心,像三爷爷这样乱戳,搞不好就会戳到我,发现我在他家里,便捏起嗓子猫,叫了几声,为了装得像,还学了一声猫子起跳的声音。 瞬间三爷爷笑了,原来是只猫,他自言自语,转身又回卧室。 我虚出一口长气,摸出手机照明,在柜子里,我找到那带装白饼的塑料袋,里面不止这一袋,有好几袋。 我拿了几块白饼塞在口袋里,出门时,将要是插在门锁孔里关门,避免发出声音。 出来后,我全身大汗淋漓,这是我第一次偷东西,偷的还是三爷爷的东西,真是应了一句日房夜房家贼男房。 赶回镇上的旅馆后,我就要点燃白饼试验,没想到男友却躲开了。 过来闻,男友直白手,咱们就不要拿自己试验了,不然你打我一拳,我打你一拳,你骂我是青脸獠牙的恶鬼,我骂你是勾引男人的狐狸精,这何必呢? 不试验怎么知道炉顶里的白妥妥就是三爷家的白饼。 咱们去城里找人化验下不就成了,看到底是什么成分? 那也行,顺便带你到我们省城逛逛,我尽下地主之意。 清晨我们坐车赶往省城,找了一家医学实验室,请他们化验两种东西的成分。 两日后,化验结果出来,我看着实验室给我们出去的结果,不禁陷入沉思。 这两种东西成分一样,都是用曼陀罗干花制成的花饼,人吸入干花饼燃烧后的烟雾后会产生幻觉,少量心情舒适,飘飘欲鲜,能缓解身体疼痛,但大量吸入烟雾则会中毒致死。 很明显,凶手为了强暴玲玲,放入大量的曼陀罗干花饼,山神庙门窗紧闭不通风不透气,玲玲吸入过量的烟雾,才致死亡。 我想,我该去劝三爷子手了。 这个深夜,飘着细细的雨丝,有一年的寒冬,我白天睡觉醒来,看到黄昏以为是天刚亮,吵着要吃馒头。 可我们村以米饭为主,没人储备面粉,馒头只有去镇上才能买到。 大人哄不住我,我又哭又闹,于是就挨了打。 只有三爷爷拄着拐杖走了十来里路,去镇上买馒头,路上下着雪,他怕馒头冷了,就把热腾腾的馒头藏在自己的胸口捂着,以至于把皮肤烫烂了,还留下了疤。 在村里的童年日子,三爷爷总是像变戏法似的变出好多糖果给我,使我比村里其他孩子多了一份快乐。 这份恩情,我一直想要还给三爷爷。 我轻轻敲响了三爷爷家的门,他很快开了门,脸上含着笑,小若,我以为你和孙女徐回学校了。 三爷爷,我们去省城玩了两天,该回学校了吧,假期过完了? 嗯,差不多过完了。 我握住三爷爷满是裂痕和洞窗的手,扶着他进去。 男友先拉开灯,堂屋里干干净净,有一股淡淡的清香,是曼陀罗的干花香。 扶着三爷爷在靠椅坐下,我轻轻给他捶背,三爷爷抓住我的手拍了两下。 乖孙女,你要对三爷爷说什么就说吧,三爷爷在听着呢,话一直在嘴边不知怎么说, 反倒三爷爷先说了,他眼睛看不见,但是心能看见,他的心能感触到我的情绪。 此时,我只再不说,就永远不好意思说出口。 三爷爷,你去自首吧,这几个字终于说出来,好像是拿出塞在嘴里的一块大石头。 天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,三爷爷只哦了一声,面上没有震惊,似乎对我的意图早就察觉。 望着这苍老的面容,我心里不住地叹息,他都八十多岁了,偏偏晚节不保。 三爷爷,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? 我不理解,在我心里他是多么慈祥的老爷爷,在村民眼中他也是一个有求必应的老好人。 三爷爷心里苦啊,我知道三爷爷苦。 有的苦你不明白,三爷爷怨恨自己出生就是残疾,又穷,一辈子孤独。 三爷爷也想有女人暖被窝,想女人给我生孩子,可三爷爷没这个命呢。 说着,三爷爷眼角浸出泪花,我轻轻给他是去,泪是烫的,啄得我手指疼。 这些眼泪是三爷爷一生的痛苦,他终于从三爷爷的身体里离开了。 可你为什么要对玲玲下手,还要杀了玲玲,玲玲和我差不多大呀,他也叫过你爷爷。 三爷爷老泪纵横,却是一句话也不肯说,我死命地咬着嘴唇,直到把嘴唇咬出一圈血。 三爷爷,你是村里的高龄老人,村规和山神庙是你年轻时候有的,真相到底是什么,为什么玲玲死了,丈夫贵不让报警。 不要问了,小若,你离开这里吧,永远都不要回来,这是个吃女人的村子呢。 我心头大震,抓紧三爷爷的手,不知不觉手指甲刺入到三爷爷的皮肤里。 三爷爷,你既然知道村规和山神庙的秘密,你就说出来,这样不就救了我们村的女人吗? 说啊,三爷爷你说出来,我们村的女性不就有救了吗? 我跪在她的身盘,摇晃她的手臂,声音哽咽。 乖孙女别哭,三爷爷说,三爷爷说。 她还没说,一大滴热泪滴到我的手背上,我只觉连心都烫了。 我生平最怕见人流泪,老人的眼泪最让人心酸。 当年盖山神庙,其实并不是要供奉那个流浪汉。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,我一直以为是像被虐杀的流浪汉赎罪,免得鬼魂报复村里。 那山神庙是用来做什么的,顿手我急了。 当年流浪汉的鬼魂确实扰得村里不安宁,但请了高人把他收了,村里就太平了,可能是村里的招待令高人很满意。 那高人临走时说,只要照他的法子做,我们村就能富起来,不用过穷日子。 就是盖山神庙吗? 三爷爷点了头,这庙不是山神庙,而是一座风水庙,为了不让村里的财气外泄。 匪夷所思,既然是风水庙,那为什么有村规呢? 这村规和财气外泄有关系吗? 我还是不解,无法将二者联系起来。 高人说女人未财,村里的女人外嫁,就是把村里的财气给带走了。 所以,我们村比别的村穷,村里越穷,女子越要外嫁。 村里不能阻止女子外嫁,解决办法就是把女子的第一次留给村里男人,这样算是嫁给村里人,留住了村里的财气。 当然这种事不能明说,也必须有正当的理由,村里就修了山神庙,定了村规,明面上供奉流浪汉赎罪,实际上是为了不让村里财气外泄,守住财气。 我勃然大怒,原来村规就是公村里男人霸占未婚女子的初夜,怪不得女儿死了,张富贵都不肯报警,大概是怕村规的真相被揭穿。 后来,我们村子真的富起来,你看家家都是楼房,村里还给我一个瞎子修了大瓦房。 于是,村里的男人更相信这条村规可以给他们带来富裕,乃家要是违背这条村规,村里的男人都会容不下,给他家制造些麻烦。 三爷爷,那女人们就一点都不知道吗? 俗话说,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几十年村规的真相竟真是一点无从知晓。 不知道,这是村里已婚男人的秘密,如果让女人知道只会家宅不宁,等到家里儿子结婚了,他爹就会把村规的秘密告诉儿子。 那村里的男人真容得别人侵占自己女儿吗?容不得又怎样,女儿嫁谁不是嫁,这条村规给村里带来富裕,他们哪会在乎? 我感觉自己还是有点迷糊,可能女人和男人的思维不同吧。 玲玲死在山神庙,为什么张富贵还怀疑是我爸干的? 去山神庙想出叶全是抽签,没有人知道抽到的那个人是谁,就算要恨都不知道恨谁,张富贵也根本不知道那叶是我去山神庙。 我定定地望着三爷爷,三爷爷是太想女人了,这几十年,三爷爷就抽中了这一次签,结果烧多了曼陀罗花饼,害死了玲玲,三爷爷真该死。 三爷爷用力拍打她的脑袋,我想劝解,但又说不出口,毕竟玲玲无辜死了,本来玲玲可以当母亲,当奶奶,现在她的生命在二十岁就戛然而止。 小若,三爷爷对不起你,对你动过两次杀念,想杀你灭口。 我知道三爷爷说的是哪两次,第一次是我被关在山神庙的那晚,三爷爷在炉顶里放了大量的曼陀罗干花饼,企图让我像玲玲一样中毒而死,但男友赶来救了我。 第二次是三爷爷给我做推拿时,他在他家里炉顶,又放了大量的曼陀罗干花饼。 三爷爷,那夜在你家里,你为什么没杀我呢? 当时我已经不知情地睡过去,而男友又在村口,只要花饼一直燃烧,我肯定会中毒而死。 可三爷爷却把我弄醒了,想到这里我摸了摸鼻子,好像鼻子上还残留着弄醒我的药油。 三爷爷嘴角勾起,眼神望着前方,笑容顷刻绽放出来。 我瞧着他满是皱纹的脸,这一刻三爷爷显得很英俊,在发光。 因为,因为你睡着了,你说梦话了,你说等毕业工作了,要在城里买大房子,把我接去住,让我天天吃肯德基麦当劳,还有喝奶茶。 我心中大痛,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。 三爷爷,一定会的,我还要带你去吃海鲜大餐。 这次没听到三爷爷的回应,他歪着头靠在椅背上,好久后一吸发出一个恩声。 男友伸手触及三爷爷的鼻息,摇了摇头,三爷爷过世了,瞬间我眼泪蜂涌而出,别哭了,这是三爷爷最好的解脱。 话音未落,外面传来剧烈的垂门声,还伴随着踹门的声音,开门,崔家的丫头你跑不了,快点开门。 我和男友来不及反应过来,门就被撞开了,村民蜂拥而入。 周大军和张富贵凶神恶煞,站在最前面,他们很快发现去世的三爷爷。 崔瞎子死了,山神惩罚,崔瞎子死了。 周大军大声嚷嚷,面容激动,脖子上的筋一吐一吐的,好像毒蛇在蠕动。 气得我恨不得朝他的血管,狠狠咬一口。 都是这两个小兔崽子害的,把他们抓起来,点天灯,献祭山神。 眼见对方人多是众,我们企图开窗逃走,但窗子还没打开,就被村民按倒在地。 几个村民落着我们双臂,将我们压出来。 就在这时,夜色中传来一声大吓,我抬头一看,只见我爸挥舞着一把大砍刀杀过来,他后面还跟着我妈和我奶。 我妈和我奶两手各持一把杀猪刀,嘴里大骂,砍死你们这些混蛋,敢欺负我女儿女婿,我和你们拼命。 我爸吼声如雷,手中大砍刀,挥舞得密不透风。 村民见是不对,纷纷躲闪,压着我和男友的村民也赶紧躲开。 以免被砍刀砍伤。 我爸,我妈还有我奶,拦在我和男友前面,用刀逼退村民。 小若,小林,你们快走,这里有你爸,你妈和你奶挡着。 我咬着嘴唇,眼中泛出泪光,不管我爸做了什么事,但他始终是我爸,也是最爱我的爸。 见我不走,我爸又催男友带我走。 老崔,你糊涂啊,崔瞎子把什么事都和你丫头讲了,他这一走,我们村就全完了。 周大军直跺脚,老崔,你是和我们村有仇吗?你要纵容你闺女,祸害我们全村人吗? 张富贵字牙咧嘴,想要抓我,但看到我爸手里的大砍刀不敢动。 我闺女的命最重要,其他我不管,说着,我爸将刀一横。 对,我闺女的命最重要,你们比不上,全村人家起来都比不上我闺女一根头发丝。 我妈也拿出架势,双刀向前一摆。 还有我,谁敢动我孙女,我这两把刀就像杀猪一样砍下她的头。 我奶更是老当义壮,两把杀猪刀交叉放在胸前,摆出一副来一个砍一个,来两个砍一双的豪迈姿态。 爸,妈,奶奶,谢谢你们,我走了,此刻我知道不能再留,我必须走,这恶臭的村规也必须让世人知道,这样她才会废除,村里的姑娘也才能得到解救。 我头也不回地向村外跑去,夜还很深,但光明就在不远的前方。 在本地新闻和电视台的大力报道下,村里的男性包括我爸,全部被关押在看守所。 山神庙也被愤怒的人群推倒,结束她耻辱罪恶的时代。 至于我和男友在山神庙看到的幻觉,专家解释说,自然界有一种现象叫石磁幻景,类似于海市蜃楼,但又不同于海市蜃楼。 石磁幻景就是含有特殊雌性的一时,将自然界中曾经发生的是储存记录下来,遇到特定条件。 这种一时,就会把储存的内容像放电影一样播放出来。 比如,有人在故宫看到清朝的宫女,这种现象就是石磁幻景。 专家怀疑,修建山神庙的大石块就是具有特殊雌性的一时,它将在山神庙中发生的是储存下来。 因此,我看到周大军强暴村里的妇女,而男友却看到我爸。 这都不是幻觉,而是某年某月某日真实发生的事。 如今村里只有女性,但令我意外的是,她们对我,对我家都充满了仇恨,认为我害了她们的男人,她们的父亲,她们的儿子,她们的兄弟。 村子的名声全毁了,以后村里的姑娘嫁不出去,也没有姑娘会愿意嫁到村里。 好多人去我家门上泼粪,堵在我家门口骂,我也不和他们争辩,直接报警。 这世上最愚昧的是,就是被唤醒后,有的人还想继续愚昧,无可救药。 离开村里返回学校的前一天,我和男友去给三爷爷上坟。 三爷爷葬在半山腰上,这里可以俯瞰全镇的风景,男友买来七个纸杂,全部都是女性,古代现代都有。 我问她,别人都是买一对金童玉女,你买这么多纸扎女干嘛。 三爷爷一生没女人,死后还不让她三妻四妾吗?三个妻四个妾,正好七个。 我一听怒了,感情男友也想三妻四妾,顿时一脚踹到她屁股上,她双手护住屁股飞跑。 我一听怒了,感情男友也想三妻四妾,んな这些妻四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